這題都是說Payment Methods, Time Rate, Peace Rate, Profit Sharing 看看這三樣,其實一說這三樣,大家就知道 Time Rate的Incentive是最低的,最不想動,但一定是最容易計算的 而Peace Rate,和 Profit Sharing,一定是Incentive會高一點 因為我給他賬金,他就會做多一點 不知道自己寫什麼,但同時我給他賬金,他一定會想辦法拿多些賬金 Peace Rate做多一點,所以那些人會做得很快 Quality就會下降,這是它的特點 那Profit Sharing,大家就會想辦法分享你多些Profit 看看你用什麼方法去拿Profit 好,那我們回到這題題目,故事就是 它轉了Payment Methods,工作人員 視乎高的Profit,做事快了多了,每個小時做多了 Output per hour多了,但Quality低了 咦?那這次呢,就是一個沒有那麼有效,去到很有效 那為什麼不選擇前面呢?因為Profit Sharing 可能也不夠Peace Rate做得快 但要這樣選下去,答案就是A最準確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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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